哈嘍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 今天呢继续我们的厕所塔房啦 各位今天呢我们不打关卡 我们今天呢来信件开箱 那在信件开箱之前呢 这个稍微说明一下 我们作者呢 下次改版的一个小小的泄露 作者呢他说 下一次的改版 会是这个游戏里面最大的更新 怎么感觉好像每次都讲的很厉害 然后出来的东西就那么一点点 反正呢他是这样讲啦 我也是照他的那个影片的原话 就是传话给你们这样子 然后他说呢会有很多新的功能 然后呢他也不会泄露太多 但是他会泄露其中一样 那就是呢 无尽模式的更新 他说呢距离上一次的更新 到现在应该也有快三周的时间了 他们这段期间呢 除了其他更新内容之外呢 花最多的时间 就是无尽更新的 这次新的无尽更新呢 多了一个新的排名 应该也算是无尽任务吧 应该吧 据我自己了解 他们是让无尽多了一些附加能力 在你完成无尽某些条件的时候 可以解锁 然后并且说呢 前面两个能力呢会比较困难 就是解锁的条件会比较严苛一点 之后就会比较轻松啦 那他说这两个能力拿到之后呢 后面无尽解锁给的大致上 可能都会是 无尽模式金币永久获得5% 又或者是增加装备栏位啊 就是你们下面原本是五个嘛 对不对你可以装6个装7个装8个啊 甚至最多15个之类都有可能啊 然后呢又或者是解锁放置的上限啊 哎什么叫解锁放置上限啊 你打关卡的时候是不是只能放15只吗 对不对 那他解锁上限之后可能就是16 17181920啊 也有可能25只啊 反正就是可以让你打无尽呢 可能更加轻松啊解锁上限 不过这都是要透过无尽任务去做那个解锁哈 哎你没有解无尽任务就没有办法解锁这些功能了 然后呢还有个最重要的解锁能力哦 就是呢游戏速度乘于两倍啊 这个游戏终于要出 终于要出两倍速了你知道吗 真的这个不出两倍速啊 真的是会打到啊有点有点怎么讲 浪费时间啊 以无尽模式来说哦 我当初呢就是看到别人在爬这个塔 两个小时才能完成一局 然后呢痛苦太多收获太少啊 然后我就看到这样子哇塞你打两个小时还不见得 不见得可以拿到你要的奖励奖励真的太少奖励就是 当初的那个电钻嘛对不对 然后说限量500现在已经破千只了啊 不知道到底是要限量几只我不晓得啊 反正那时候呢大家是为了这个升级电钻拼人命啊 然后花两个小时去尻 然后呢啊打到后面居然还被人家挤下排名 就真的是痛苦太多收获太少你知道吗 然后导致呢我对这个无尽模式兴致缺缺 完全没有想打的意思 因为你花两个小时很可能 啊应该不是很可能极有可能啊会化为炮影 哈哈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就不想打了 啊我最多那个时候打到第八十关吧 现在被重置了我也不想打你看都是零有没有啊 啊那不过呢啊就是这个两倍数如果有推出啊啊 啊我可能会考虑就开始尝试玩无尽模式啊然后拍部影片啊教大家如何打比较快这样之类的啊毕竟呢一局的时间被缩短很多啊我可能就会比较比较有兴趣啊好不好 啊比较有兴趣啊啊然后作者后面还补充到啊会增加那个泰坦时钟人事件哈 哎他在讲这个事件的时候其实有点看不太懂他的意思 不过呢我自己的理解啊就是呢啊各位在打那个 噩梦关卡或者是其他关卡的时候啊啊是不是都会遇到邪恶波 邪恶波世界吗对不对那个绝命毒师那两个吗对不对 那这个泰坦时钟人事件呢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类似于这种邪恶波啊会随机出现的事件 那实际上呢是可以干嘛不知道啊不过呢就是他们说的啊增加一些新的功能感觉听起来挺有趣的 反正之后就是啊更新后来看看吧啊看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泰坦时钟人事件好不好 哦然后这边再来补充一下哈这个两倍数呢感觉是只有无尽模式才可以使用哦 因为作者他有提到哦将来的活动啊像是那种情人节的爱心啊或者是那种幸运草之类的啊无尽模式呢会让你刷的更快 这意味着就是只有无尽模式才享有这些附加能力一般的关卡好像没有的样子不然的话你能想像一般关卡啊放满一大堆泰坦那种max上线啊原本15只你可以放了20只那其实说实在恶魔模式真的就是小可了啊 以目前来看恶魔模式真的就只是新手的一个小小门槛而已你只要拿到了暴走基本上恶梦啊不要说暴走啦 你拿到了绿光跟险恶恶梦算什么东西还有前塔圣诞前塔恶梦算什么东西啊根本就罗尼吧对啊他不会附加在一般关卡啦这些附加能力只有无尽模式才会有啦我是这么觉得 哦所以这边注意一下哈然后最后作者呢还提及就是会有那个每日登录奖励哦啊这每日登录奖励呢啊可以会会给什么他就没讲了 反正大致上呢就是这个样子哦哦那这些资讯呢我是看那个作者哦的影片 他里面有自动翻译要去从这里面呢慢慢抽是波解理解出来的哈如果有错误的话呢啊欢迎在下方补充一下好不好 就是麻烦一下各位了哈非常感谢大家好不好那泄露几乎都讲完了我们接下来呢啊来信件开箱吧啊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开了啊啊稍微啊不是稍微是赶快把它给开完吧好不好 好 let's go 好啦一样一百丰满了我们来看一下哈 哎首先第一位啊加油老头希望你开心啊非常感谢你的升级的这个原具太坦摄影师不想玩了 我从八年前就开始看你方舟了希望还可以看到你玩方舟 哇方舟这个已经很久没有玩了呢 哎呃基本上应该是不会玩了除非呢他有出一些新的内容非常吸引我才有可能啊又或者他的方舟二出了啊我就会去玩方舟二给大家看好不好非常感谢你的太坦摄影师谢谢有打算继续拍方舟进化重生吗啊 呃这个方舟进化重生哦哎玩到是真的枯燥乏味了又跟之前一样了啊玩到后面真的又马上就腻了啊 啊那最主要呢让我没有想要继续拍方舟进化重生的原因是因为啊观看的次数啊观看率大不如前啊 所以呢就算了吧等方舟二出了之后呢啊老头才会继续哈 那感谢你的这个啊大型兔子人以及就45钻石感谢啊我上电视了吗没有抽你上电视了感谢你的泰坦发言人谢谢啊四个宝石感谢打了一个嗨我上电视了吗对没有错你又上电视了啊感谢你的180钻跟这个额播音员啊谢谢你不知道要打什么啊没关系啊谢谢你的精灵摄影师谢谢我是你的铁粉希望你能念我的名字 你的明记 评论 那个可以直接一句话带过 评论 哈哈哈 哈你个 rapp 啊这给 上电视嘛没有4Q bri 我们喔 小小心意希望你收下啊非常感谢你的100钻石感谢 呃我有上电视吗 有啊感谢你给的这个原具泰坦摄影师 谢谢你啊 I am your new fan啊 谢谢新的粉丝 谢谢你的双双双刀兔子人 啊双刃兔子人感谢感谢 啊然后这个给了一个大型兔子人 谢谢 泰坦现在的人送给你有签名哦 充足的everything 啊感谢你啊 给我一个有签名的礼物人 谢谢 I love old man 啊我喜欢 old man 我爱 old man 啊感谢你的大型兔子人谢谢 签啊抱歉这个不签名拒绝了 谢谢 今天是我生日3月26号 啊能帮我签名吗 不好意思啊这样子 如果我签了一大堆人都跟着要签名 每个都说我生日那就保了啊 是不是啊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呢我只好拒绝你了 不好意思 人给我绿光吗我非常需要啊不好意思 这边也不也不接受就是给东西哦 哎非常的不好意思啊 然后这给两个笑脸144个钻石 啊给了个圆距太坦摄影师 谢谢你 没事摄影师给个笑脸这同一个人非常感谢啊捐给别人啊这边写捐给别人的话呢我是觉得就不用给我了因为呢你要捐直接捐给别人吧不然的话到时候我又忘记捐出去了就会有人说老头你之前说要捐什么什么什么怎么就没有捐啊因为我忘记了太多事情要记了所以这个就不好意思麻烦你自己捐出去吧好不好先拒绝你了不过谢谢你的好意啊谢谢你的好意啊谢谢你的好意啊 啊希望退坑前能给老头小小支持然后上电视啊他给我一个有签名的险恶泰坦电视人啊比格达特好这个名字还蛮特别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啊送给你谢谢你给我大型兔子人感谢老头你是怎样加入错作者的合作我想要 作者的合作啊你要去他的DC官方啊然后呢啊去观察他哪时候开放申请啊然后他会列出申请的条件啊订阅要至少五万以上啊观看至少要多少啊啊然后不能有什么不好的形象啊啊那你就可以去申请天文资料申请等待啊静后加音这样子啊如果没有联络你他基本上就是没过就这么的简单好不好那感谢你的泰坦电视人啊谢谢 老头我要退油了啊这个油是很油腻的油你是要去洗澡退油是吗啊哈哈没有啦啊感谢你的十七颗钻石谢谢你的泰坦礼物人感谢哦这个rip呢他给了有毒的泰坦摄影师跟原具泰坦摄影师非常的感谢哦然后这个打两个字老头然后大型兔子人非常感谢你啊然后这打一个嗨给了一个蜘蛛箱子刚好我缺蜘蛛箱子因为上一次的蜘蛛箱子 不小心抽掉了啊感谢你给我这个我又可以拿来收藏了啊老头可以帮我签名吗千万会给你400赚谢谢啊这边不接受签名啊不好意思不接受哦啊老头我很喜欢你的影片请问我上电视了吗没有错你上电视了感谢你的大型兔子人非常的感谢小小心翼啊谢谢你啊你的这个泰坦电视人非常感谢你老头好我以 以波击大王的名义祝你达到50兆订阅这是我小小心意请笑纳啊感谢你的蛋射手摄影师波击哈哈波击大王是是谁啊 这个我就不是很理解的耶波击大王是一个人还是YouTube还是VTuber之类的还是啊算了反正如果有人知道波击大王的话呢啊这个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让我知道好不好啊希望老头有时候能来交易所卖个签名啊基本上签名哦我就是随性的啦啊今天比较不忙就无聊逛个交易所看到有人要签名就会帮忙好不好就是看我心情啊 不过有时候太忙了真的没时间啊我知道有很多人看到我会马上要签名但是当下的我呢实在是没空啊我也不可能明明就已经很忙了然后还要帮你们签名那这样拖累了我的工作的节奏啊那就不是很好了是吧你们就看不到影片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希望各位可以体谅一下好不好啊老头我三天前生日我前三天生日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吗这个就送给你啦 s h i n e 0 41233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啊感谢你的三十钻石跟故障摄影师感谢感谢能加吗加是什么意思加好友是吗啊这个就不好意思拒绝了哦这个一样哦同一个人哦不好意思拒绝了啊sorry老头我上次有看到你但是那时候你在挂机啊好可惜不能有签名啊 没办法因为有时候真的在忙忙其他事情啊签名其实是还蛮耗时间的一签可能就一个小时吧因为一堆人要签名这样子啊谢谢你的有毒有毒的泰坦摄影师非常感谢老头可以帮我签名吗不好意思回收了还不是回收了回记了回收什么点可怕哈哈哈讲到回收吓死了你不帮我签名就算了你还帮我东西拿走啊并没有好不好 哎啊感谢这位给的dj喇叭手感谢啊感谢这位给的双蝙蝠喇叭人谢谢你啊can i be in the video他说他要上电视啊恭喜你上电视了感谢你的五钻石跟大型兔子人谢谢加油ok我会加油的谢谢你的大型兔子人老头这个送你啊感谢你的原具泰坦摄影师谢谢喜欢你的影片感谢大型兔子人跟五个钻 冠石谢谢啊感谢这位给我精灵摄影师感谢啊老头在送你一个箱子啊非常感谢啊谢谢你送的兔子箱谢谢啊这位呢感谢送这个原具泰坦摄影师非常感谢打了一个嗨送了一个新年箱子谢谢你啊老头我有订阅你的频道感谢订阅感谢支持记得按赞哦啊感谢他送这个原具泰坦摄影师gimi这个是要我给你东西吗不好意思 这个我只好拒绝你啦sorry这是我的小小心翼啊感谢啊送这个冰霜dj喇叭手谢谢你啊老头你是怎样得到签名的不告诉也不要紧只要您收下这个单位就行了啊谢谢你的大型兔子人怎么得到签名的哦刚刚我已经说过了哎就是啊dc啊官方有的时候呢会提供申请名单啊你可以去填啊你只要有符合资格啊他就会联络你啊然后通过 过了之后呢你就拿到了这个资格了啊就变成合作伙伴了好不好啊有有兴趣的人啊可以去关注dc官方看他们哪时候发那个申请表啊你们就可以去申请这样子好不好啊我今天又被骗了做新手真的很难老头安安啊这个游戏片子真的非常的多啊之前老头有拍一集那个啊抽奖的片法哈这个有展示给各位看了各位呢啊记得铭记在新天下没有白痴的午餐 好吧哎不要把自己辛苦征来的这个单位呢啊通通拿去给别人也不要千万啊不要相信任何人即便是你认识很久的朋友也一样啊更何况不是现实朋友那就更糟糕了是吧啊不过呢还是感谢你的大型兔子人谢谢你啊不要提到我 id 会被诅咒的很可怕真假的那我就不提你的 id 的感谢你的有毒的泰坦摄影师谢谢 heve good day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天感谢你的泰坦砖孔人谢谢打开这个盒子啊你是说打开吗那待会我来开好了好不好谢谢你的这个啊这是幸运幸运箱子吗对不对没错幸运箱子啊感谢原具泰坦摄影师谢谢下次遇到你不要再挂机的损失一个签名机会啊没办法我有时候上线也只是刚好啊要看东西啊要截图又或者是说 啊要做一些影片的东西才会上线啊没办法啊我都在忙吗不然你们也没有影片可以看啊是不是啊感谢你的忍者摄影师跟五个宝石谢谢你老头我是第一次送你东西希望你能收下啊感谢你的蝙蝠发言人跟十个宝石感谢你老头我是第一个送东西给你希望你能收下啊不过还是感谢你的十宝石非常感谢啊老头我上影片的吗 没错你上影片的感谢二十个宝石跟猎人摄影师啊感谢你老头上影片的吗没有错啊这是同个人吗没有错感谢你的二十宝石谢谢啊订阅老头没有错还要按下喜欢哦知道吗各位啊记得订阅要加小铃铛啊小铃铛开下去就可以追踪最新的动态哦而且他会比较积极的发动态给你们不然你只要按订阅啊基本上可能会被略过有可能啊啊感谢你的泰坦摄影师谢谢 啊然后这个不知道是打什么看不太出来所以我只好先拒绝你了不好意思啊你有可能是想要对我说什么啊这样子没有没有传达出来就接受感觉不太好是吧好啊然后这给一个笑脸感谢给这个泰坦发言人谢谢你啊我想上电视有你上电视的还给两只大型兔子人啊非常的感谢啊我上电视了没有错你上电视了给一个钻石啊跟一个大型TV面谢谢你啊 老头这是我送你的礼物希望你喜欢OK我非常的喜欢啊谢谢你感谢你送我原具泰坦摄影师哦还有签名是吧啊不过我不知道这是谁非常的感谢还有11个11个钻石谢谢我被骗了神圣电影人啊这个非常的遗憾啊只能跟你说呢啊尽量啊就是保持警戒不要相信任何人好不好哎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啊他就是要骗你东西才给你讲一大堆有的没的懂我意思吗好吧那不过还是 感谢你的dj啊这个冰霜dj喇叭手非常的感谢老头如果遇到你可以帮我签名吗如果有遇到的话当然是可以帮你签名不过前提是我要有空才行没空的话没办法帮你签了不好意思啊不过感谢你的这个100钻石跟有毒的泰坦啊然后还在给一个9钻石还有最强的单位啊非常感谢你哈哈哈然后这个是寄箱子给我非常的感谢你寄箱子然后这个给一钻 然后打一个逆逆是什么意思啊不过呢非常感谢你老头祝你健健康康啊非常感谢给个大型兔子人我上电视了吗没错你上电视了感谢你给这个双刀兔子人谢谢我上电视了吗没错你上电视怎么每个人那么想上电视啊啊这个精灵摄影师啊非常的感谢这个人打一个嗨啊然后给了一个原具泰坦摄影师非常感谢老头你知道床全明月光的下一局是什么吗 床全明月光低头吃便当对不对没有冲好低头吃便当啊感谢你的秘密特工啊非常感谢啊然后这一位呢给一样是给原具泰坦摄影师啊感谢我被骗了希望能送我一个泰坦拜托我是你的粉丝啊不好意思即便是粉丝呢啊也不能这样子情绪勒索啊不好意思拒绝你了啊你被骗的事情我很遗憾但并不代表啊 你可以跟别人要东西这样子啊这样是不太好的行为知道吗啊要要对自己的损失负责而不是要别人替你背锅啊那母汤知道吗然后这个人打一个五然后给了一个跳舞女演讲者啊非常感谢你我有看你的影片很好看感谢你的双刃兔子人老头我永远支持你谢谢你的支持啊然后他给了一个大型兔子人感谢抱歉这不是很强老头没有关系啊有给我就很开心啊 非常感谢你给我这个迷你枪摄影师谢谢你哇塞是怎样直接给我一个暴走哎你要确定呢这个暴走没关系我先收下了老头的影片最好看啊感谢这个人给我大型兔子人谢谢我是新手 please这个是要东西的不好意思啊先拒绝你了啊抱歉老头我一直送一样的哈哈哈没关系啦啊你可以送不同造型的吗对不对这样子也是不错的好不好 啊一样感谢你啊送你的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啊感谢三十宝石非常的感谢他连续送了三个啊非常谢谢你啊原神启动啊你原神启动啊感谢原神启动给我两宝石跟烟花烟花摄影师啊非常的感谢感谢原神哈哈哈老头送你谢谢你给我双蝙蝠喇叭人感谢谢谢老头啊这个圆距泰坦摄影师谢谢 哈啰老头我希望可以上影片由你上来的啊我以为这两个是同一个人啊原来是不同的啊感谢你的原距泰坦摄影师谢谢第一次用邮局呢希望老头可以继续拍更多好看的影片也要注意身体哦啊非常感谢你的关心啊也谢谢你的兔子香非常的感谢你我上电视了吗没错感谢你的丘比特摄影师谢谢哦然后这个给44颗钻石啊感谢谢谢你啊然后这个啊他给了 啊机甲摄影师啊非常的感谢OK我现在全部都把他收下啊全部收下啊谢谢你们 好的我们收完了非常感谢大家踊跃的记信哈那记得哈不要记那个最强单位给我啊哎我会有点不好意思啊老实说啊那个暴走呢啊收下了但是呢感觉好像有点不太好意思是真的啦 哎因为毕竟这种东西呢价格还是有的啊虽然现在蛮便宜的就是了啊当然如果你们执意要送我这种高单价的单位呢我是心难接受也非常的开心但是你们要好好的斟酌一下好不好斟酌一下你们自己的能力好不好不要说哦寄给我之后送给我之后呢你就没有能力打关卡了这样是不太好的懂吗啊就是你有多的资源啊想要支持我给我就没有问题的 好不好这个要切记啊哈然后呢刚刚有说要抽一个箱子吗是不是来看一下抽到什么啊正常发挥正常发挥哈哈哈哈好啦反正今天的内容大概就先这样子啦希望大家会喜欢哦那一样结束之前来抽个讲好了好吧那就泰坦希格马人吧好不好就这个泰坦希格马人抽给大家好不好那要怎么抽呢非常的简单哦 只要这部影片的喜欢达到两千以上哦喜欢达到两千以上并且按下订阅加小铃铛以及在影片下方输入你的游戏ID以及想要对老头说的话啊那记得不要复制贴上想要对老头说的话啊被我抓到复制贴上的啊我就不会选你哦知道吗好啦那今天就先到这了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呢厕所塔房再见啊下来见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